同样很亲切的草根歌王陈磊 你肯定不陌生 出道也超过三十年了 他的造型绝对是记忆点 招牌眼镜 帽子 白色短袜 配黑皮鞋 走一个送个乌拉的路线 形象亲切又充满喜感 其实陈磊过去是冷气的风管工人 直到蔡震南发现他的在地好声音 才开启陈磊的歌手之路 头两张唱片都没有红 让他差一点点要放弃了 还好一首练练练 让陈磊打开了知名度 1994年推出的台语大碟 华语流后 这个销量一举突破了百万大关 让雷势旋风不止席卷全台 甚至红到新加坡 当年竞唱台语歌的新国政府 还特别魄力让陈磊能够登台 登上新国电视台演唱的 陈磊舞力全台 放纵他的尖音舞曲猴栽雷 瞬间把小巨蛋变成万人夜店 55岁首度公蛋 经过超能Q的他还大秀一次吗 陈磊出道时 操着一口台湾国语 搭配松构舞来的造型 大大拉近了他和观众的距离 我们唱台语歌的舞 我们的跟人不一样 要跟人家不一样 他们就跟他说 好不然来唱道山 道口 就都看得着这样 现在说大家好 我是陈磊 不好意思 我又来的 这一句也变成陈磊的招牌开场白 陈磊本名陈五熊 在彰化大城湘西港村长大 从小就很爱唱歌 国中的时候我们是放牛班 放牛班 所以这个生学班压力比较重 生学班压力比较重 老师都请我去生学班 唱歌给他们输着压力 那时候我都对那个欧帮在唱 生日很大个 大个人听 尤其都是女孩子的班上 四五十个女孩子在给我看 我就害羞 国中毕业后 陈雷就没有再升学 白天干体力活 当冷气的风管公园 晚上唱半唱带 直到蔡震南 南哥 发现陈雷的在地好声音 才开启陈雷的歌手之路 只是九零年代的台湾 歌手不像现在那么素席 可是要校长兼状中 自己扛起销售工作 我那时候都要去找雅琪 就那个帽子 那个卡带帽 放下在那里 来哦 我是陈雷 我出声歌 大家来给我们房间 全省的夜市 你如果在那一堂唱 唱耳朵你还要去那一堂 不然这样不容易 都对头唱到没 头两张唱片都没红 让陈雷心灰一冷 只得摸摸鼻子 重回风管老本行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就娶母时机了 哇 摩折很重 还说爱唱歌 人家在那边说 你这个怂着 你这个是敢穿得起来 你不是台北 你不是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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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闭闭的 就贪无钱了 那都几千块了 你还要赶钱呢 人生低潮 长达三年的时间 一手乱乱乱 终于让陈雷 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多半 自如 又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心裡的那個人是一個大水果 只是永遠有連感 我不知不如好 想要問你為了沒有 不願意這支風吹過來 這支風吹過去愛你 有誰人牽涼來歪 心牽涼來歪歪 一首比一首還暢銷 一九九四年陳雷推出的台語大碟 消瘦量一舉突破百萬大關 也把陳雷推上事業新高峰 濃濃的草根性和滿滿的正能量 陳雷的歌鼓舞基層的普羅大眾 它也是當年台灣工地秀的大熱門 場場人山人海歌名熱情到差點出意外 我心領那個交流道下去 結果交流道下去怎麼塞車 哇 大家都在那等了 整個路都踏了 結果我一個課後 結果大家都在等我 不簽名結果 全部的人都擠到裡面去 結果那個工地又崩了 不只台灣 陳雷更是紅到新加坡去 當年新加坡電視台進唱台語歌 陳雷就是第一個 讓新加坡政府破例的台語歌手 而一九九八年在聖桃沙 舉辦的歌迷見面會 更是盛況空前 現場擠得水泄不通 陳雷大受感動 還雙腳跪地卸粉絲 或許真的是提供跳狂人 浑身充滿喜感的陳雷 五度角逐台語金曲歌王 擺脫過去台語歌苦情路線的基調 用正面的歌路看人生觀 贏得他名字所期許的 如雷掌聲 陳雷當初熬了三年 才闖出名堂 所以相當珍惜 買一個演出的機會 為了在綜藝節目上面演出 他除了唱歌 還開啟了模仿開關 所以林志穎 郭富城 Michael Jackson 其實要說笑嗎 還真的沒有 可是陳雷他毫無包補的搞笑演出 加上他憨厚的笑臉和咪咪演 觀眾就是很買單 總是哄堂大笑 不是每個年輕 所有美好會 原來上幾次又可以 不是每個年輕 都會有人珍惜 哪怕像我如此愛你 不是每個年輕 所有美好會 你的生活養我 和你到底真正 每個年輕 本土味十足的陳雷 穿上紅背心白上衣 學起小旋風林志穎又唱又跳 令人印象特別深刻 陳雷的模仿秀 最大的特色就是 真的不太像 林志穎最近好像手腳不太方便 因為前一陣子 剛剛中風不斷 現在附選當中 你好 林志穎你好 每人向大家問候一下 各位 各位那個 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穎 這個林志穎 最近在香港拍的戲叫做 我知道 董音樂這個都是經紀人安排的 所以他也不是很了解 那最近在紅刊準備要做幾場的演唱會 只有十場幾場 不是 也是經紀人安排的 表演橋段瘋狂被主持人吐槽 不但要模仿還要搞笑自嘲 唱台語歌出身的陳雷 也是硬著頭皮幹鴨子上架 我們要上電視也要模仿 我們都不要模仿嘛 叫我們模仿什麼 那個郭富城對你愛愛愛愛 不愛我可以天天年年 這樣 以前的綜藝節目都要模仿啦 沒有就是要玩遊戲啦 有沒有,那個時候啊 沒辦法啊 我們就配合他們 就慢慢慢慢這樣 再一次 過你愛愛愛愛不愛 我可以天天年年 會逗留的 說來來來 你也要模仿別人啦 你也要把歌詞跟拍子抓住 對不對 你是已經結束他還沒完 怎麼會這樣 剛剛這個體諒人講 請你以後不要再揉髮好不好 這樣對郭富城會造成影響 陳雷並非剛出道就一炮而紅 也是熬了三年才出頭 因此對於每個破功機會 他都賣力演出 不是只要唱歌 你要有些什麼 跟觀眾互動啊 這時候啊 但是你只要唱歌 你會不會唱什麼 說我怎麼不會唱什麼 你會不會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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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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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來 就是為了作秀 補給形象 要唱 要跳 還要劈腿 陳雷一口台灣國語 超樓口的外型 加上渾身充滿喜感 扮起帥進十足的偶像們 就是格外吸睛 規哥他們說要叫我模仿什麼 裴詠俊 我要穿那個裴詠俊 那個頭髮還這樣 什麼冬季練歌 沒有下雪 我給他們 好笑 那個時候 觀眾也確實很高興 雷士風格的反差萌 觀眾很買單 但其實渾身充滿個人特色的陳雷 本身就是大家熱愛模仿的對象 歌聲渾厚溫暖的蕭黃旗 學起陳雷意外的微妙微笑 就好愛情的愛太快 就像冬山東 離不開寶崩千蘭步淨道 我不能在想 我不…我…不…我不能… 愛情來不太快 就像冬山東 離不開寶崩千蘭步淅道 我不能在想…我不…我…我不…我不能… 我不…我不要在想你… 包包…我不要在想你 浪粽 台语歌手杨哲 陈雷上身出了名 台客歌王的招牌鼻音唱腔 有不少素人也抓到模仿诀窍 雷是唱腔用来诠释各种曲风 有点为何却又有种说不出的吸引力 陈雷的乡土味和亲和力 让他拥有极佳观众缘 挖出难以抵挡的雷是选风